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今天是旁边的Day 1 明天Day 2 我就要做检测 我明天就跟大家去看看我检测的情况 今天就是Day 1 也有在家里收拾东西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呢 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整个出发回到家里的情况是怎样的 也很想让大家去知道 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也可以让大家如果未来你想过来英国的时候 有什么要留意 就是我们有留意的东西 就跟大家去讲一下 我们在机场的时候 其实现在机场就没有那些关卡 以前不是说不准送机的 要坐飞机的人带人进去送机的 现在没有了 现在就是自由地进去里面 又不需要有人带的了 所以这个就方便了 但是大家记住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那个机场这么快仍然在里面 只不过它没有了这个关卡 所以大家要去机场是可以去到的 那去到机场 其实都一样 因为这么多航班都允许了 因为又没得去旅行 所以机场都不是很多人 那我们就早到了差不多四个小时前 就去到 因为其实那张航空公司 他就自己说是四个小时 但其实去到呢 其实他都没开的 即激死了 那就等下了 那就照排队 因为香港人最厉害是什么 排队 排第一 那我们就排队 是不是 就去等 寄行李 那我们就行李就有一个大行李 三个小行李 和两个大背囊 那大背囊 同学有一半那么高 那所以一开始 其实我们都想是有机会 就是过重 那可能要给钱买行李 那但最后 其实都过重的 那但是 左背囊又背囊之后 那变了OK 那就可以顺利的去寄仓 那也都很多谢 就是很多不同的朋友 教会朋友 去 就是来机场去送别 那我上一个vlog 我也有说 就是 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说很伤感 那样 那 都是忍住的 其实我都是忍住 那 那 不想就是 让大家 好像觉得 哎呀大家 你都很不舍得 但是他又很不舍得 那不如别走 就是我 我很怕这种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表现到 我刻制自己 都是表现到 不要说太伤感 都是一个 很瀟灑 很灑脱 那样 去出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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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受到大家对我 的爱 那 也是感激的 那 感激 那 就是以往 香港一路和大家一起 經歷不同的事情 是感恩的 那 那 当我们上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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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離境,都是用身份證 身份證就給保安檢查,檢查之後就進去裡面 其實禁區裡面都是一樣,沒有什麼店鋪開的 也多謝另一位弟兄,在禁區裡面跟我們走最後一程 也感謝的,上機吧 機程我們是12個小時,直行就去到倫敦 其實在機程上,因為Aka已經一個禮拜前吩咐我 他就說一定要做出最高級別的清潔,要乾淨 每一下都要洗手,我當然要聽 所以我每一下都要洗手,碰完螢幕,噴完螢幕 噴完螢幕,噴完螢幕,噴完螢幕,噴完螢幕 噴完螢幕,噴完螢幕,噴完螢幕才可以碰任何東西 所以就在我的飛機裡面,到過這12個小時 這班機呢,如果我目測一下,應該都有六七成滿 差不多每一行都只剩一個位 大約這樣的情況 我眼見真的不是很多所謂香港人 在整個行班、行程裡面 其實我都不是很有心看的 因為其實是沒有什麼戲好看的 大家都看到,是不是? 其實都真的沒有什麼戲好看 其實我都硬要看一些戲 而且是硬要… 因為其實它沒有中文字幕 看英文字幕 有些就看一些連字幕都沒有的聽英文 就當練一下英文 中段也有睡一會兒睡覺 很不容易的熬了12個小時 差不多到達英國倫敦 其實才是最緊張的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最擔心入境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 就是英國最近伸出的一個 remind 就是如果你申請了B&O visa的話 其實它是強烈建議你等到 visa 批了才去英國的 但是我們其實是等不及的 等不到那麼久 所以我們就膽粗粗就過來吧 因為我相信它是寫強烈建議 對不對? 它沒有說不給 所以我們都因為它這句 這句說話 我們都膽粗粗地過去試試入境吧 我們排隊其實排很久 因為我有個朋友已經在英國 跟我說 說希斯路機場排隊入境 最厲害的是要排六個小時 我聽完就覺得 哇!六個小時怎麼辦? 我們一去到看到這條隊 我們都覺得是長的 因為我目測應該有百多人已經在排隊 我們在排隊裡都排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都排得很累 其實大家都很辛苦 我相信 排了兩個小時之後 我們去到櫃位 我就馬上跟那個關員說 我要申請LOTR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 簡單來說 其實當作是一個臨時簽證 就是半年的簽證 可以讓你在英國去讀書、工作 但就不可以拿福利 就是這個半年的簽證 叫LOTR 我一說 那個關員 那個是女關員 她也挺搞笑的 她一聽就說 噢! 這樣 一下 然後我就馬上說 I'm sorry I'm sorry 都想告訴她 都不好意思 因為都是 會搞到她們 因為LOTR 她會做很多事情 所以她就會有這樣的反應 所以 所以我們整個申請過程 我們都等到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我估計差不多七八個字 大概 因為我也沒有專門數 因為原本 如果你有一個正常入境 你有Visa 其實很快就可以拿到Visa 現在我用LOTR 現在我用LOTR 就變成她要做很多PayPal 她又要做很長的時間 所以就是這樣 總之很順利 叫做 沒有事沒有幹 完成了這個入境的簽證 然後就去拿行李 我們那個行李帶的輸送帶 只剩下我們那幾件行李 只剩下我們 因為我們最後一個出來 就是在那班機上 所以就拿了這些行李 然後我們就去 因為要過關 就是要有沒有一些東西要申報 我們就去了申報那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之前申請了一個叫做TOR的東西 其實這件事就是 當我們移居去英國 移居英國 我們有家當的 有很多隨身物件 你有電腦 可能帶我飯煲 我們也有帶飯煲去 大飯煲 水壺 風筒 等等 原來所有東西 進入英國境 其實是要付稅的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移居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申請一個叫TOR 去豁免這個稅的 當然我的家當 除了我們那四件行李 兩個背包之外 其實我還有兩隻貓 還有一架電單車 我的外區也都搬過來 所以我們應該在考慮會不會要申報呢 雖然我們申請了 亦都承認了 想一下我們都不要 先問了 如果真的要報 起碼我們不會像騙他們一樣 所以我們照報 到了那時候 那兩個的關員 其實他們都一頭無髓 他們是不知道什麼叫TOR 所以他們都問了一段時間 我猜他問了整個過程 我猜他問了四個字時間 他才打給上頭 才知道TOR是什麼 在當中問的時候 另一個關員就問我們 你們在哪裡來 去哪裡住 家當有什麼 有沒有珠寶 有沒有金 所以我跟大家說 要留意 如果你真的要移居過來的話 金氣真的不要帶那麼多 因為在我 以我有限能力的英文來聽的時候 他就說好像黃金 金碼是不可以多過三百多磅的 如果不是多過就要抽稅 那 所以大家要留意 就是你的金氣 就是盡量都不要帶來 因為其實三百多磅很容易過的 你買一條金鏈也過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 搞定了這個TOR 那我們就出去 我們預訂了一個Uber 叫做在英國教會的一個朋友 去載我們回到我們住的地方 我們住的地方 就是距離希斯路機場 是差不多四個小時的車程 所以我們在當中 都是在車裡面睡覺 因為真的太累 坐了12個小時 排隊排了兩個小時 接著等過關 就是等過批的簽證 又等了半個小時 然後坐多接近四個小時的車 很難不睡 但是我也盡量跟司機聊天 因為 四個小時的車程其實是很金的 特別是全部走highway 而且highway不像香港 香港的highway全部有燈的 那它的highway是沒有燈的 有一段路是沒有燈的 我都覺得沒有燈其實很危險 是不是 一定睡覺 所以我都盡量聊天 但是我其實都睡了八成 順順利利地去到我們住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 由香港來到我們住的地方的一個歷程 都希望這個經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幫助到大家 都可以將一些資訊給大家 你們有什麼想問的 回答就回答吧 因為我都不太懂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問我們住在哪裡 這裡好不好 我們下幾條影片 我們才會再去介紹 我們今天的day one 就到這裡 我們大家如果喜歡的 可以繼續追蹤我們的頻道 都可以訂閱 亦可以分享給你有需要的朋友 我們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再見 各位拜拜 再見